來 如果你要看我們上課錄影片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上課錄影片的連結 雲端硬碟齁 你點進去就可以進來 那各位進來之後呢 會進到這個地方 你們會看到像這樣子 有沒有 老師都 講一段就會傳上去 所以如果你萬一 老師剛剛講的你不了解 可以到上面馬上就能夠看 那 比如說你要看這一段你就點開 就可以看了 好 你就按下Play 但是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視力沒有很好 有沒有覺得好像視力變模糊了 有齁 你看我們按下Play 有沒有這樣比較清楚 萬一你在看的時候是模糊的 請你找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不要 相信它 它給你的 雖然下面有HD對不對 但是 差一點點就不是肯德記 好嗎 它騙你的 為什麼 因為 你們一般在看YouTube也會有這種情景 平常一開始看的時候 它是給你比較低解析度的 因為它會讓你先看到 可是呢 你會發現它比較模糊一點 那你就告訴它 不要騙我 我要 怎麼樣 點到這個 它就會強迫用最高解析度給你 這樣 有沒有了解的 好 所以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不管是YouTube還是雲端硬碟上的 你就萬一覺得有點模糊 你就去設定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那老師會像這樣把它分段 所以你就會比較清楚 我們剛剛講的哪一段 哪一段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